行人从巷子走出来 旁边是堆的几乎跟他一样高的垃圾山 这地点在台中市沙路农会旁 一袋袋看似家用垃圾 被人堆叠气质 往巷子里走好几公尺 目测有上百袋的垃圾 有路过民众怀疑 是不是隔壁原本美妆店撤走后 留下来的垃圾 不过在地人说 是一名男子去别的地方捡垃圾 丢到这里来 有人丢就有人跟着丢 慢慢的垃圾堆叠成小山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 实在看不下去 附近有人贴上告示 不要再打 天热又怕并没闻滋生 但还是没人管 原来这条巷子 土地是国有财产署所有 虽然9月中旬开始 环保局陆续接过民众通知 但只能先发文 给土地所有人 献起清理 而国产署至今还没清 环保局直接告发 处分1200元 10月2号中午 再调度人力 前往现场清理这成堆垃圾 另外就怕又有人继续乱丢 台中市环保局也说 会在这里装设监视器 一旦发现乱丢垃圾 将会对行为人直接开罚 1200元到600元罚还 TVBS新闻苏泰银红财伦台中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